近日,香港很多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都是境外输入 香港特区政府3月23日宣布,从3月25日凌晨起 所有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国家或地区乘搭飞机抵港将不准入境 香港国际机场也将停止一切转机服务 政策暂时为期14天,直到4月7日为止 在此政策下,从内地、澳门和台湾入境香港的非香港居民 如过去14天曾经到过海外国家和地区,则不准入境 所有从内地、澳门和台湾入境香港的人士将需接受强制检疫14天 3月25日,记者在香港国际机场看到,入境人数较早前进一步减少 街机大厅和出境大厅的人流更为冷清 即便是在飞机抵达的时间段,街机口只有一两名乘客出来 机场内的大部分餐厅及零售店暂停营业 在机场内走动的大多都是机场工作人员和工程人员 根据航班显示屏信息,多数航班已被取消 之前每小时有约10班航班降落的香港国际机场 现在每小时只有约2班航班抵达 本次是香港特区政府是自1997年首次推行机场停止转机业务 即便是2003年非典4月期间,也没有相关政策 当天从机场回港的都是香港居民 市民梁女士和金女士从新加坡回来香港 坐飞机时发现人很少,前后左右几排都没人 来到香港发现机场大厅内也很冷清 他们均表示入境程序严格了很多 检查多了一些,例如戴手带、申报的资料填一些方法 大概10至15分钟 以前是不用做这件事的,直接用这个就可以进入 以前要排队,现在就不用排队 回去我们开了apps下转,到时我们的手带 我们会去开,14天我们要在home quarantine 不过两女士和金女士均称对香港的情况不担心 认为香港疫情已受控制 新增的主要是未来输入病例 他们非常支持特区政府的机场管控措施 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采取这个政策 所以特区政府应该急不容缓一起参与 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流动 让其他地区的人可以利用香港一些流动入境 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有效的导致 一些非香港的其他人进入 短期之内一定要这样做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做 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 新冠肺炎疫情将沉重打击航空业 估计2020年全球航空业收入损失达2520亿美元 较2019年下跌4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